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13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76亿的黄渤遇上71的沈腾 人生最坏的结局不过是大气晚成 一个是青岛贵妇操着一口青岛话欢笑无限 随便甩一甩头就是全城最亮的仔 一个是东北杠金满口的东北枪分分钟爆笑全场 无论做什么都是自带笑点的宝藏男孩 这样的两个人走在一起会如何呢 大年初一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就给出了答案 当票房76亿的黄渤遇上票房70亿的沈腾 两个代表中国喜剧演技巅峰的男人同台标系 效果太炸裂了 疯狂的外星人首日票房突破4亿 上映两日破7亿 强势领跑贺岁片 在这个颜值当道鲜肉横行的事风里 两个中年大叔硬是杠过了娱乐小花们的流量 年过40终于殊途同归地走上自己的巅峰 真的让大家无限感慨 只要够努力 人生最坏的结局不过是大气晚成 张爱玲曾说过 成名要趁早 可是黄渤的成名之路不仅够晚 而且一波三折 我们都曾走过人生低谷 但你体会过十几年都身处谷底不见光的绝望吗 黄渤有过 大概没几个人知道 早在1993年 19岁的黄渤就组了个蓝色风沙的唱条组合出道 唱片公司因为丑拒绝包装他 他只能去给杨玉莹当伴舞 黄渤前后唱了七年的歌厅 当了八年的舞蹈老师 但也只限于养活自己 等着等着与他一起出道的毛铃杨玉莹火了 和他一样唱歌厅的满文君满江 周迅和他当时的男友豆鹏也火了 黄渤还是没火 他一身的才华却一穷二白 看着周迅带朋友来歌厅消遣 他心酸着叹了口气 他们来唱歌就是来玩的 可我得养自己呀 青春最好的二十几岁 别人出了名捞了金发达了 他说自己都挥霍掉了 早上起来先待坐半个小时 想想接下去该干嘛 在酒吧唱歌被客人刁难 跑龙套被导演羞辱 几番打击后他放弃了 折回老家 改开工厂做生意 结果一场金融危机 一夜之间血本无归 负债累累 在最低谷的时候 在发小高虎拉了他一把 让他来剧组客串 他意外发现演员这条路 于是以26岁的高龄 考了北京电影学院配音戏 即使如此 在颜值定生死的演艺圈 相貌频频还没有背景的黄渤 是要付出何等的努力 才能立足呢 黄渤拍戏是会玩命的那种 30岁的时候接到疯狂的石头 他异常珍惜 为了拍好透面包的那场戏 他绕着高架桥跑了整整一天 跑到整个人脱水 35岁的时候拍斗牛 整部电影拍下来 他跑坏了30多双鞋 热情起来连导演都害怕 有一场戏导演管虎连连称赞 可以了 可以了 黄渤劝跟自己较劲 我给你来个更好的 然后他连续拍了130多遍 直到自己满意 老天有时候真的不公平 分给你一手烂牌 让你看不到翻盘的希望 但他有时也将心比心 从不亏待每一个努力的人 疯狂的石头让他在圈里展露头角 逗牛助他拿下金马奖影帝 这之后黄渤彻底红了 各种电影邀约不断 太炯 心花怒放 西游祥摸篇 亲爱的 无人区 冰之下等等 到2018年 他参演电影的票房已经突破76亿 他成了各种制作人眼里的香薄薄 有他的电影就有票房 媒体称他是七十亿先生 从前成为他绊脚石的颜值 如今却成了他吸睛的招牌 因为这圈子好看的皮能总是千篇一律 而黄渤却独一无二 好到林志玲都想倒追他 黄渤是我的理想型 如果黄渤没有结婚 我一定会把他追到手 最难熬的日子里 他练下的唱歌跳舞的基础 如今都成为他加分的绝技 别人卖萌卖颜 惶恐地吃着青春饭 他却成了这个圈子 众望所归的实力派 能歌善舞 才华横溢 会演戏 会主持 多期发展 生活对他的多番考验没有打垮他 却成就了他的高情商 他成了圈子里出了名会说话的人 人生曾经对他很艰难 于是他总想着让别人好过些 去年44岁的黄渤给自己了一份迟到的礼物 花费三年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 第一次当导演就挑战人性主题的大制作电影 票房成功突破10亿 好评如潮 别人十年磨一剑 黄渤走了16年 但有什么关系 人生就是一场没有裁判的马拉松 路长得很 不必强跑 耐力比一时的速度重要得多 老实说 黄渤是这个圈里的晚辈 入行晚 出道晚 成名更晚 但他比许多人都来得平淡 不因姗姗来迟而自卑 也不为中年发际而自得 如他所说 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 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辉 人到四时 他真的活不惑 活真实 沈腾的运气要比黄渤好很多 他是有过颜值的人 沈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学表演的时候 不是校草 也是男神 2012年开始 开心麻花的小品连续四年登上春晚 全国观众都记住了沈腾扮演的那个 剑兮兮又有点二的好剑 沈腾终于开始火了 等待了十年的成名 换别人都是马不停蹄的商演 广告 通告 沈腾偏偏不干 很多剪彩 开业之类的活动找来 开的价钱对他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他都一一拒绝了 他说 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穷横穷横的 做的事必须得有一定的格调 搂的事不愿意去做 但是往往越搂的事转全越快 我不想在将来某个时候 会有想把自己之前做的事屏蔽掉的念头 他眼里把喜剧演好才是有风骨的事 他似乎有一种胸有成竹的笃定 该来的总会来 不是早一点就是晚一点 他不甘心只是观众眼里的那个春晚演小品的 不是话剧人 也不是电影人 大家都认得好剑 却没人知道沈腾 这时候的沈腾已经36了 很轴的沈腾 拿出从零开始的心态 和新人们一起参加欢乐喜剧人这样的综艺比赛 去拿冠军 为自己证明 为了角色 胖了又瘦 瘦了又胖 最后就索性定性成了有腻大叔的形象 要什么帅气 搞喜剧的观众开心最重要 有言的人迟早会被更有言的人替代 而有才华的人才会被人一直追随 积蓄久了总能等来爆发的一天 2015年 沈腾主演的电影《夏洛特烦恼》 以黑马姿态在抢手如临的国庆档 造出近15亿的票房成绩 沈腾这个名字彻彻底底的爆火 这一次又是数不清的剧本找上他 更多的邀约分支踏来 夏洛特烦恼之后的整整三年 沈腾没有再接过南一号 一直到西红柿首富才出山 一不小心又是口碑炸裂的票房奇迹 24岁入行 33岁小有名气 36岁成为喜剧巨星 固执的沈腾12年不急不慢 用特有的精神洁癖练就了常在笑点上的本事 40岁就等来了70亿票房的成就 有人说春节最高人期的疯狂的外星人 和飞驰人生都有沈腾 他才是春节当最大的赢家 这大概是很多演员穷极一生都想要的高度 对于慢慢行的沈腾来说 最好的还依然在路上 人生开挂不争朝夕 只要不放弃 梦想总会被眷顾 别因为别人的行为或成就打乱自己的节奏 有很多人用自己的青春作为成功的代价 年少成名 看似走在你的面前 但不必嫉妒他们 因为你并没有落后 有很多人前半生极其无名的前行 看似走在你的后面 请千万别嘲笑他们 因为你也未必领先 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里都有自己的不成 没有早一步 没有晚一步 只要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向前走 走会走到该到的地方 人生本就该如此 只要努力 最坏的结局不过是大器完成 娱乐圈中大多数女明星都希望自己成名之后 嫁入豪门 成为一劳永逸的豪门太太 可是豪门的门哪有那么容易进去 我们外人看似羡慕的金钱 豪车 游艇 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那些所谓的豪太太 硬撑着一天的苦涩而拍的照片 在娱乐圈中不缺少嫁入豪门被踢出来 甚至结局落得一败涂地的例子 所以很多女明星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 不断地生儿育女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就是嫁入豪门八年 产下四胎的徐子齐 因为是超模出身 再加上常年需要选秀和选美 所以身材和美貌都是超一流的 之后又因为自己的美貌 参演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 不过反响频频 但是徐子齐并没有丢失自己的信心 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 一般的模特的美貌也只能维持几年的时间 他们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抓住机会 以炮而红 但是徐子齐不一样 他选择了出国留学 用知识充实自己的心灵 而等他归国的时候 自己的身份几乎就是大变样了 因为徐子齐成为了地产大亨李兆基的儿媳妇 在出国的这段时间 李兆基的儿子李嘉诚 为了追求他费尽了心思 因为他感觉这个徐子齐跟其他的女生不一样 虽然都喜欢名利 但是愿意用知识去换取财富 而不是美貌 所以李嘉诚非常看重徐子齐 据说徐子齐在15岁的时候就被他一眼看中 在结婚的时候更是大手笔用10亿置办婚礼现场 婚后的李嘉诚更是把徐子齐当成公主一样宠爱 但是徐子齐也很生气 因为豪门的家族家大业大 需要培养更多的继承人来接班 所以徐子齐用了8年的时间生下了两儿两女 这下李嘉诚更加宠爱自己的老婆了 但是由于这个原因 徐子齐也被网友说成豪门产子气 不过根据现实的情况 徐子齐的做法让我们觉得是正确的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的新作《一秒钟》 原本入围德国柏林电影节金雄奖提名 但在影展2月15日举行前突然宣布退出 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后期制作遇到技术问题 由于该片的背景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 此次退展引发政治猜想 柏林国际电影节组织者称 由于后期制作遭遇技术困难 《一秒钟》不能于15日在主竞赛单元参展 令角逐金雄奖的影片从17部减少到16部 并将改为放映张艺谋的旧作《英雄》 据报道 电影《一秒钟》讲述一名在文革期间 逃出劳改赢的囚犯 在物质精神匮乏的年代 对电影产生好奇与热情 由张艺刘浩存担任男女主角 原定于15日在柏林首映 电影新闻稿介绍 张艺谋自身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时期 她也透过多部作品探索这段过往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